大陆的金牌运动员抵达香港 包括有桌球蓝团金牌的马龙 以及高台跳水双金的全红蚱 以水花烧世素及坦率个性 深受媒体及粉丝喜爱的全红蚱 继续成为媒体招点 不知是早鸡睡不饱 还是庆功行程太累 全红蚱列队时面带卷庸及打克千 记者会上他分享了运动员的心得 有热爱就去追吧 不要害怕失败吧 我觉得 然后也是很谢谢他们很喜欢我 平常当地的美食像我们的小鸟啊 哈哈 踏碎不饱啊 最爱收集不偶的全红蚱 又有收获 还上媒体展示 各自矮小但光芒挡不住的全红蚱 中午和64位精英运动员 抵达尖沙嘴的饭店 大批粉丝在门外守候 争夺偶像的风采 不少粉丝跟带同步偶到场准备送给偶像 我准备了一些盲盒 还有公仔 代表团访问香港三天 主要会在周五晚出席晚会 周六早上还会有包括跳水 体操等各种运动的示范表演 以上是出香港记者李景华的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景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